在之前的视频中,你已经学过两个数相加减的极有性,比如偶数加减偶数,结果还是偶数,像4加2等于6,4减2等于2,再比如基数加减基数,结果也是偶数,像3加1等于4,3减1等于2,此外还有基数加减偶数,结果等于基数,像3加2等于5,3减2等于1,最后还有偶数加减基数,结果也等于基数,像2加1等于3,2减1等于1, 从这几个算式不难看出,偶数是个乖孩子,任何一个数加减他,结果的极有性不变,偶数还是偶数,基数还是基数,但基数就是个导弹鬼了,谁碰上他,结果的极有性都会变 利用偶数很乖,基数很导弹这样一个特性,你很容易记牢刚才这一堆的结论,偶数和偶数就是俩乖孩子在一起,那结果当然还是乖孩子了 但乖孩子和导弹鬼在一起就被带坏了,结果就成了导弹鬼,这边也一样 而俩导弹鬼在一起相互火拼,力气都耗尽了,反而变乖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记 刚才这些就是基偶分析的导弹鬼大法,有了这个法子,你就可以分析更长的算式了 因为偶数很乖,不改变结果的基偶性,所以就甭管了,只看基数这些导弹鬼就行 这俩在一起火拼就变乖了,所以就不用管了,这俩在一起火拼,结果也变乖了,所以也不用管了 最后还剩一个导弹鬼,那结果就是基数了 再举个实际的例子,比如蘑菇园里有27个蘑菇,嘟嘟猪每天采4个 过了几天之后有可能还剩2吗? 写出算式,就是27减去好多4,最后得2,也就是一个基数减去好多偶数,最后得2 偶数很乖不用管,那最后结果就由这一个导弹鬼决定,所以结果是基数 可20偶数不是基数,所以只剩下俩蘑菇是不可能的 好了,以上就是基偶分析的导弹鬼大法 这种方法的关键点有两,一是忽略乖孩子,指定导弹鬼 二是俩导弹鬼火拼就变成了乖孩子 而乖孩子就可以忽略了 怎么样,明白了吗?如果明白了,就赶快去赚金币吧 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